每天主持前線百分百 观众朋友 你知道我最在乎 我最开心 兴奋的是哪个时刻吗 Let's moment 就是这时候 因为所有台股 就算台股今天不是在创立起新高吗 还万六 我们一起高兴呢 我们一起就有办法吗 外资才不跟你一起呢 来拿证据给您看 刚不是说外资认错回补 现货转卖了 现货外资不跟我们一起 期货也不跟我们一起哦 空单又大举增加了 坏一 丑二 丑什么呢 也许您会说 借的股票又不多 但开红盘那天 大涨 它卖出68.7亿 股票借出来真的卖出 那就是唱衰你啦 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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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丑不是学 玉堂的 丑三就是 小台散户多空比 向来是反向的 当散户在小台做多 行情就会不稳哦 所以还有一个丑四呢 第四个 大盘街创始高耶 结果呢 怎么会扑克力就只往下掉 因此汉伟帮我厘清 乌外资在开红盘的第二天 台股历史新高哦 可是呢他都不再认作回补了哦 假情假意的 请问他现在想什么 我觉得现在当然外资是担心啦 第一个指数增的位阶是偏高 再来就再来说 其实这两天都提到的 美债之旅走高 其实对电子股 会有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最近外资 他的空单避险 应该针对电子股而来 也就是说 当未来假设真的电子股拉回 这个传产金融在往上走的时候 对指数相对是不利的 所以最近整个空单增加布局 我觉得都跟这个利率的走高 有一定的一个相关性 那再来就再来说 这个所谓的一个 普通口级值的部分 今天的一个下压 我觉得可能要观察两天到三天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昨天是台子级结算 所以结算完的次日 通常这个破裂值会往下掉一天 但假设是连两天连三天往下掉的话 你就要特别的当心 那在散户多通比的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 假设他这个红色的柱状体 连续增加率越拉越大 代表散户极度的偏多 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就要非常的担心 后续整个行情会不会大幅度的拉回 所以简单去讲 目前我觉得外资 他整个期货的空单的增加 是针对电子股的避险 所以未来假设看到 电子股卖压加重 期货空单也增加很多的话 可能指数我觉得 就会比较大的一个拉回的压力 他我也讲得真清楚 也就是外资现在依旧 是为自己着想 为什么着想 因为他总要保护伞做好 保护伞第一把 第一把伞放在这 因为他也认同前线专家说的 现在应该要像建成说的健康轮动 健康轮动就是创立起新高的电子 稍作休息 传经往上 那么外资持有最多的电子股 如果稍作休息 一直休息 这个当然就是避险了 所以这个是保护伞一 第二把伞 就是在PocoRagio值 提醒您如果PocoRagio值 往后两三天还是往下掉 行情会比较没把握 所以大家要盯着看 那么就要弄懂了外资 接着外资今天虽然是转卖了 麻烦针对外资的动作 集中市场外资跟投信 您看出他们的进出标的 什么基项呢 电子股就买低位界 很简单 它还是很多电子 你看第一前两名都记忆体 华邦店望宏 你觉得它位界很高吗 美国暴风雪 都有影响到有个题材性 面板里面买了群创 那风色里面日月光头工也好 南貌也好 位界跟晶圆代工比较 跟IC设计比较 它就是位界低 然后买了很多 前20名买了六档的金融股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它都买位界偏低的个股 它卖什么 一样它卖了晶圆代工 它去买风色买记忆体 你看卖了联电 卖了台积电 就是你刚讲的股神的动作 卖高的买低的 原来外资 我们比他聪明 去年底就开始做了 对 另外一个 你看今天航运股 你会货贵人在涨 他结果把货贵人卖一卖 因为他如果看仓期来 他位界是高的 所以他也来调节这些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 电子下游里面 像鸿海 这些相关的 这个核硕 他也有做一些调节 虽然卖的没有说上万张 但是呢 有的调节了一些动作出现 还有呢 整个货贵人 我刚才提到 还有一个很重要 他卖反向ETF 富邦Vis跟台湾50反一 这个跟期货之间 动作又不大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 看坏我们大盘 对 其实都是 就像刚才瑞涵讲 他是为了他自己要赚钱 避险一下 对啊 避险一下 一下有价商 他就做一下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 外资的态度 这边呢 就是保守 短线进出 投信 投信的部分呢 跟外资很像 他也买了记忆体 这个今天来看 也有华邦店 记忆体相关的 然后呢 也买了一些面板 幸好我们今天一开始 就帮大家追 美国寒流暴风雪 记忆体啦 晶片啦 全部都是缺的 对 他只买这一块 也买了封册 封册也是 位阶点比较偏低 你看 因为他头控也在里面 但是他买了 很多的原物料 今天农程 这货贵人他买 外资再到 他也在买 多少少有点为他 第一季做上做准备 我问你哦 他买原物料 会不会跟 美元还在走扁 现在原物料价格上涨 通过膨胀压力 昨天其然也说 全球通膨怪兽 在年后长大了 你不要只盯着年兽看 通膨怪兽也长大了 有点关系吧 有 但是他不是那么 全面性的看好原物料 我为什么这样讲 他买了一些 阳民长龙 对不对 货贵人他买 外资在卖 他在买 但是他卖了 很多其他原物料 他有卖 投信你看 他卖中钢 卖水泥股 台泥亚泥都在卖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来看的话 应该是为了做账 而做准备 不过呢 投信的买钞 你看他买融成 所以我们看前线 盛姐不是有讲吗 电商因为呢 不能出国 可人在台湾 可以世界各国买买买 纸箱总要装箱吧 总之呢 归纳一下 刚刚建成的重点了 外资 外资今天的买钞 还有卖 电子看出一大特色 电子股 买的是在低位阶 买的第二大特色 传产 金融 依旧是他的最爱 也就是年后 传金上 电下 他已经抓到这个脉络了 所以卖的部分呢 卖掉台积电 创历史新高的 连电波段 涨幅大的 还有长龙 这些呢 调节比较多一点点 其实这只长高的 那么投信呢 投信的买钞 已经在为第一季的作证 往上做 做音音咯 滴润啦 面板啦 还有一些的原物料 纸箱 这就是呢 把人在集中市场买钞 卖钞的动作归纳 接下来 狗狗大哥来请上来 要他归纳 大盘下一步咯 年后台股怎么看 创历史新高 而且呢 多方缺口还守住哦 黄金交叉量 刚刚建成解释过了哦 只是呢 创历史新高 狗狗大哥 是 再次感谢您了 因为呢 我们直接看他那张的图 2月8号 2月9号 特别节目 狗狗大哥有来哦 跟着算命 一起来看大盘下一步 没错吧 那时候呢 这个算紫薇啦 算姓名学啦 这些等等啦 但是呢 狗狗大哥有讲到 台股日后 能不能过 16238 再创史高 要看韩国股市 没料到 我们不但16238过了 还再建 16517的历史新高 可是韩国股市怪啦 3266的史高 没过 不知道这个点 您怎么看呢 而且你知道吗 韩国股市 使我们台股哦 你知道那韩国人 有多生气吗 我猜啦 不然怎么做这个动作 你看 韩国人哦 20万多人连署 要求韩国政府 永久的 Forever 不准卖空 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 韩国人你知道吗 空头不死 多头不止 没有空 你也别想做多了 这个逻辑概念 你都不懂 来解释一下 好 我先来解释一下 在今年1月11号的时候 韩国在3266的高点的时候 我记得日韩国跟你讲说 如果这个地方台股 这样一直往上爬 韩国如果没有办法创3266 后面是不是一定会压回来 对对对 那时候跌了1149点 很快哦 那同样的我今天反过来说 如果台股债券一直创新高 可是韩国一直不够高 你觉得这种几率大吗 所以你觉得也是会被他拖累就对 他一定会把他 因为市场要平衡嘛 不是他往上冲 就是他拉回 基本上他长得这么多 拉回几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整理一下 这个因为他在1月11号 创利子新高 我们在1月11号 没有创利子新高 所以做修正 这是讯号1 讯号2 因为他都没有过 而我们过 我们就会高出不胜寒 讯号2 很有可能我们会跟着 往下做修正 难怪你刚刚预告说 三天内会这样 我现在就开始讲这个观念 讯号给大家听 为什么三天之内大盘会拉回 导播给一张白板 给一个白板 来 六海你帮我画一个台湾地图 台湾吗 对 我告诉你 我最会爱台 最会画台湾 因为我爱台湾 真的 我从国小就开始画了 美不美 实在很美 你看吧 台湾就是长这样 屁股比较大一点 我不知道 这我看原来 台湾真的就是长这样 我现在给你两个条件 你去看我们刚才讲的原因 为什么台湾三天会拉回 第一个条件 24小时以内 台湾的上空万里无云 那你这个气象要怎么预报 什么意思 24小时之内 台湾这上空 所有上空都是晴空万里无云 对啊 你这个气象要怎么报 会不会下雨 会怎么样 天气怎么样 你要怎么报 不用报啊 因为就万里无云 这个天气好 就从北到南 绝对不会下雨 下雨几乎是零 因为24小时内 如果 我现在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条件 是这边的云飘过来 是很厚的 而且湿度很高的 它是在北部 中北部 中部以上 你要怎么报气象 这是云嘛 是 看得出来 鬼魏大哥不太会画图 很不会画图 好 这是云 气象怎么报啊 对 台湾中部以北 云层比较厚 容易下雨气温低 请多注意保暖 对 那中南部呢 可以去报气象了 中南部呢 中南部 中南部万里无云 空气干净 所以中南部多出去走走 是 可以这样报吗 完全正确啊 他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做技术面 都是看符号 跟人家讲答案 只是说你的经验在哪里 你收集的符号有多少 那为什么我要报气象啊 接下来我就开始解释给你听 好 这个叫做什么 看图说故事 或是看符号说故事 对不对 对 回到我的字卡 好 我就不预设任何立场 我跟你讲三天之内会拉回 你看想不相信 第一个在这阶段当中 台股从一个上针轨道的趋势 这样一直走 它是不是过了所谓的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连前面两个高点都没过 台股过高了 那来到这高档的时候 这边已经出现了上影线 那不是韩股过高 就是台股拉回 你从技术面来看 这个拉回的几率 是大于这个地方的突破 合不合理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好 这是第一个 我这样认为 我后面辅助的条件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它 因为它这个地方已经是冲高之后 已经来到上升趋势轨道时一个压力线 这是趋势 来看第二张图表比较清楚介绍说明 第二张 来第二张图表叫做趋势最大 如果我跟你讲说 这个股票市场现在在这区间运行 这个趋势都还没有改变过 每逢这个地方 一三五七二四六八 每逢这张站在卖方 每逢这张站在买方 合不合理 合理啊 2020年最不幸的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放空的 放空就是什么 他逆势 你听得懂吗 我们跟您报告 就是2020三月份到 现在最新的上升轨道台股图 对 2020年以来最不幸有三种人 第一个就放空的人 第二个就上升压力区追买的人 放空的人之所以不幸 他逆势啊 他逆势啊 因为他赔以前空单被嘎到 逆势 那上升压力区追买的人也是不幸的 为什么 导播清掉 当你买到这回檔五六百点 你会怕 你真的赚不到钱 当你买到这回檔八百点 你会怕 你也赚不到钱 可能追高杀低 当你买到这 不料七天跌了一千一百四十九点 请问你 你不会怕吗 会怕 所以你追买到这所谓上升压力追买的人 其实是很倒霉 所以为什么魁国大哥在年前跟过年 特别节目一再提醒 像这种上升轨道 最佳买点最正确的是在这边买 不是这边买 你买错了十几点 你就比较倒霉 就一定会输钱 你会追高杀 或是你在这种区间震荡 你就这边买 这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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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走多久走多久 第三种人 另外一种就是持股很多 却报错股的人 你没有报到主流股 对 我跟你讲去年主流股 我举一档例子好不好 在你这个节目非常有名 人家最多问我 1325恒大 你有没有看到台北股市一直在创新高 我们看一下恒大 我倒不看一下K线恒大 左边放215最高 它还在破底 216最高 对 它还在破底 你看大盘是走历史新高 它竟然是个下降轨道 所以股票很多 但报错像这种不错的股票 对 它基本上我就跟你讲说 那个产业结构的问题 那我好奇 看到葵葵大哥戴肯大 当时这边的风光 我就想到天国一灰 来 现在还灰不灰呢 天 中天 观众朋友 我 国是谁呢 姓国 来 请看喔 姓国 长在我姓都没有清喔 依依是谁 依依是姓 来 姓依来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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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乱到大家都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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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辉 信辉 全部都是 所以这就是手上股票很多 就报错 对 因为我跟你讲 2021年绝对是主流股的时代 那我们看一下三种人 所以希望您不要是这三种人 对 那现在到这个地方 其实股价到这个地方 指数到这边只有三个字 卖或是换 换 卖或换 卖是卖什么股票 不是主流的股票一定要卖 然后不是所谓上升轨道的股票 强势的股票都要卖 来 等一下 我们来一个白板好不好 现在是换跟卖 卖跟换 因为狗狗哥大哥要讲到重点了 是 第一个什么股票要卖 卖在这地方 如果什么股票要卖 第一个不是主流的股票就要卖 来 非主流的股票要sell掉 再来 第二个什么股票要卖 就是不是多方架构的股票也一定要卖 不好意思喔 你的股票不是长这样的 不是喔 是这样的 所以要卖 那还有呢 换的话就要换到主轴 产业题材的股票 就是所谓电动车 然后车用电子 5G概念 甚至现在高殖利率高配息股 主流题材喔 对 主流题材股票 或是间接性的股票 所以 全产金融 不好意思喔 全金我换个颜色 换什么股票 您只认为主流题材 电动车5G这些等等 对 全金 你反而不认为要换 它只是个电档 短线的反弹 或是短线电档而已 短线电档而已 是这样喔 是 好 把它清掉之后 再知道了 来 赶快看一下它的重点 接下来 接着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看到那三种人 第二张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来看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说讯号开始发生了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16238在1月21号 也就是当时在转仓的1月21号 这个地方的时候 隔天 他就像今天一样 也是转仓的第一天 他隔天就融 融那个未平仓口述大增 跟大家报告 这是外资期货净空单 对 外资期货的净空单 净空单大增再来 对 那这个大增的动作呢 他当时因为他是位阶在这个相对最高点的压力区 所以在1月21号开始七天之内 到2月1号 他从16238跌到15089 总共跌了1149点 那口温大哥怎么办 今天2月18号 空单又大增到2万3 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又会再度重演 我现在是看符号 我只是就 我们刚才讲那种气象局的观念 我不是维言耸听 我是告诉你说 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看云层 看讯号 在说话 我再跟你讲说 这两天 三天之内 特别是礼拜一 前后一天 大盘真的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 哎呀 这段话 我超级有感的 可口大哥讲的真赞 刚刚不仅汉尾检查了吗 我们再瞄一下 期货净空单 多可怕 期货净空单 poco ratio值 汉尾不是也带了吗 然后呢 你再把那个期限选的金额 你看外资的金额 今天整个大翻空了 所以呢 回到刚刚的半框 完全呼应 葛国大哥的推论 请小心 你看这两天 就算创历史新高 都有涨上去卖下来的上影线 因此葛国大哥的大盘 再来下一步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章 最后一章 大盘在这一章 你就看到说 为什么我在讲说 讯号一直出来 讯号一直出来 一直要跌 你看这两天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八大关股 这是八大关股 对 其实政府有的时候出来 看股市的涨跌 它会用说话的表示 也会用行动的显现 等一下 葛国大哥 我时间到了 所以我先确认 您的言下之意是 政府的八大关股行库的 买进卖出的动作 也预告着 未来的三天 会有比较明显的修正吗 是 好 来 谢谢 先请回座 年前 年前外资的狂卖 我们靠的是政府 五大基金 八大关股行库 hold住整个人气 抬股才走得好 年后 难不成八大的动作 告诉您 现在要卖 或换吗 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些美一点 又是代表 耳后年后的行情 您的操作 跟选股方向吗 葛国大哥 还没讲完 回来之后 让他大盘下结语 还有他的第二大题 他的第二题 就是告诉大家 选股 请精挑细选 过年期间 特别节目他说 年后挑股票 只有两个并程条件 高配息率 我公司很大方 赚十块赔八块赔九块 第二个就高股息之利率 两个条件要并存哦 当然 葛国大哥在教 学生我就有听了 我帮你挑出了十六档 吻合的标的 但没有那么多钱 麻烦葛国大哥 帮我挑五档最直优哦 当然要更多条件 哪些条件 听看看